干式潜水服是什么东西 如何使用 大家好我是许刀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海豚与兔子 我是海豚 你就是那只小兔子 这一期潜水教学节目啊 我带大家来看一看 潜水的干式潜水衣 首先你要问的是 为什么要用干式潜水衣 潜水的时候不是都是在水里面吗 泡在水里面都舒服 跟大海在一起 对吧水泡着的感觉 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 你像新西兰的南岛 还有新西兰现在马上进入冬天了 你如果想继续潜水的话 如果你没有干式潜水服 16度以下的水 你待不了几分钟 你基本上就会失温 如果严重的话你可能会死哦 水温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去闲适享受潜水了 而且这个出事几率是非常大的 而且你会不停的倒 如果你喜欢水下室 那在水底下一趴 可能就是一两个小时 而且是一动不动的 你不动的话你就不会发热 你不发热的话你会冷得更快 所以说你想去好好玩水下摄影摄像 那基本上是必须有的技能 再举个例子 如果你玩野一点 你想去南极对吧 你去南极 跟崔一块玩 跟那里的对吧 那里的当地的野生的动物 去拍一些照片 冰潜 你是必须的 而且你往后再玩 玩的技术潜水 测过 比如说的是再狠一点进洞 沉船这种 去的深的地方 因为压墙比较大 你的湿式潜水服都会压得非常薄 你是必须有干衣的 没有干衣的话 你非常难保证你体的体温 这样子你非常容易失温 所以潜水基本上就不再是一种享受了 即便是热带 你如果敢下到30米40米 你穿湿式潜水服 你一样会觉得冷 因为它的水温嘛 随着越深它会越低 你的潜水服也会越薄 但是干式潜水服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的厚度和里面的秤里是不会变 这是它最重要的一点点区别 现在我跟大家讲一下干式潜水鱼穿的时候 跟湿式潜水鱼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你的身体里面会不会湿 干式的它主要是有脖子上和手腕上的橡胶 挡住海水不让它进去身体其他地方都是密封的 但是干式潜水鱼它并不保暖 它本身只是一个壳 你在里面要穿像这种特殊的 这种保暖的背心和我身上现在穿的这个裤子 我身上的这个裤子 也跟这个衣服是一套的 非常的暖和 它不是我们平时所使用的羊毛扇或者棉毛身 这种东西即便湿了它还保暖 为什么 因为干式潜水服把你的身体全部包起来以后 你在潜水的时候你会出汗你会热 热了以后它里面就会有潮汐甚至会有湿的感觉 但是这种东西贴在身上 它是非常非常暖和的 所以说在穿干式潜水服之前 里面是一定要穿这种衬里的 这个就是我的干式潜水服了 你看干式潜水服 它的脖子这一块 它是一个橡胶的胶套 非常的柔软的一个胶套 它全部就是靠这个胶套 来防止这个水从脖子里进去 而在这个手的这个地方 它也是一个胶套 这两个地方的胶套 你看它都是非常柔软的 柔软度很好 进去以后 这种一滑一滑的地方卡在你的这个关节 这个部位的手腕 它就会防止它的水进去 你看干式潜水服非常非常的大 它是要高过你自身的高度的 因为你穿的时候 它是要拉起来才能穿进去 如果跟你刚好一样大的话 你就穿不进去了 同时它还有一个打气阀门 在这个地方 你看没有 打气的阀门 放气的时候呢 就是靠胳膊上的这个放气法门来放气了 我用的这一款干衣呢 它是HOLOS的DX300 是比较好的一款 它非常非常贵 它其实它本身就跟冲锋液一样 它只是一个壳 你冲锋液里面你会穿对吧 穿个棉毛衫或者羽绒服或者是软壳 你冲锋液才穿在最外面 潜水的时候干衣其实是一个道理 它就是为了防止水进去 只要你保护这些胶套它不烂 你手指甲不要把它碰烂 基本上都不会漏水的 你去新西兰的南岛 那些地方常年都是需要干衣的 但是美丽的景色在新西兰 基本上都是在南岛更漂亮的地方 或者说的是你去南极 这种冰险或者是寄入潜水冻险 这些都是需要干衣的 但是干衣也不是没有它的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它非常的笨重 非常的厚 你看我跟它拿起来就已经非常厚 同样的如果你现在用的签块 比如说是6公斤或者是8公斤 那么你要换成干衣去潜水的话 你的签块一开始的时候 你至少要乘它的两倍 你才有可能下得去 因为你的干衣 你想你里面的衬理 还有你里面的这些气 在没有完全被挤出去之前 它全部都是浮力 所以说你要背更多的签块 你才有可能下去 适应了以后 你可能慢慢的才能减掉 干衣同样保养起来 稍微的麻烦一点 你的所有这些橡胶口 你都不可以去碰烂 你的这个拉垫 时不时的还要去清理 还要去 对吧 还要去打这种润滑的东西 不能有脏东西 也不能漏水 比如说我以前用的这款 试衣 比如说是500元 这一个干衣它一件 就已经是3500元 再加上衬 再加上这些备用的 橡胶的这个 对吧 橡胶滑 手滑和脖子这个滑 这些都是额外的价格 所以说 你不要比试衣贵了10倍以上 这一套下 但是理论上它可以用10年 试衣基本上用两年 基本上就废了 所以就是说这是一笔投资 你整个冬天和寒冷的地方 你就都可以潜水 不然你只可以夏天 或者是去热带 所以说 你考虑一下 你的潜水到底是需要什么 如果你想全天都能潜的话 那么干衣是必备的啊 当然了还有几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干衣啊 它的危险系数是相对稍高一点 如果你的打气阀门卡住了 突然放气进去不停的话 你第一时间要把它拿开打掉 如果你没有断好的话 你跟气球一样你就上去了 那么这种是要命的啊 这种潜水突然上去 我们都知道会得潜水伏病 所以说上课的时候 会有一系列的技能 告诉你 教你怎样去处理这种问题 包括如何把这个胳膊抬到最高点 把身体里的气尽量尽快的放出去 还有第一时间要把它断开啊 下一期节目的时候 我都会跟大家再演示 我们上课的时候 这些都是要学习的什么东西 还有一点就是尿尿起来比较麻烦 在湿衣你比如说你出去一天 如果没有厕所在海里 你实在不行 尿在湿衣里是OK的 问题不大 只要你自己不嫌臭 干衣就很麻烦啊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能需要 要么就是接一个尿管很麻烦 因为教练说那个东西在身上绑着也很不舒服啊 或者就是你要穿一个成人纸胶布 成人纸胶布就相当简单了 如果潜一天水 你中间都是在潜水船上 如果没有厕所 这是经常的事情啊 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 如果大太阳晒着 你有可能会提前中暑 所以它也有这个问题在 在船上的时候 你可能上衣就在脱 就在穿的裤子这个位置 穿的下半身啊 所以这是它一系列的不好处了 你就得权衡看看 你到底是适合什么 你平常去的水温是什么样的 你是什么时候去潜水 你要去潜水 你比如说 我是经常去比较冷的地方 新西兰本来常年就冷 而且南岛更冷 而且我又喜欢水下摄影射线 我一待就待很久 我还经常去玩各种沉船 所以说有干衣跟食衣的区别 那是巨大的 所以它非常适合我 如果你只是去热带 而且你只是夏天 每年就潜那么几十岁 那你买干衣就完全没有必要 省了那个钱 还不如买机票出国玩去呢 都可以 对不对 下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干衣它具体怎么去穿 先把你的干衣打开 这个拉链打开 OK你看啊干衣穿到这一步 你的下半战基本上就穿好了 干衣一般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带子 这个带子套在你的肩上 这样子你穿上半身的时候 在船上 这样子你穿好下半身以后 在船上啊 你的上半身在后面这么掉 它就不会说的是整个往下掉啊 可以这么走 如果太热的时候啊 这就是这个背带 看没有 那么我们接下来穿的时候啊 是要先穿这个左胳膊 然后再穿右胳膊 最后再拉头 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个胶套啊 手呢一定要变成这个形状过去啊 再拉它 要不然那会你一旦拉坏了 你就得换很麻烦啊 你看穿到这个时候呢 这个左手就穿好了 这个胶套已经封得非常非常死了 这个就已经完全密封了啊 那我们现在再把右胳膊穿好 同样的方法啊 没有任何区别 OK 我们现在穿到这一步 最后一步啊 就是要穿头套 你看这个衣服 它是其实是两层的这个位置 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往上提 往上提了以后呢 上班车才能超出原来需要的长度 这样你才能拉过你的身体 套进去啊 套进去以后这个东西呢 还要再窝下去 你看这个长度都是在上面 还有没有 才能窝下去 这样子呢 你才不会觉得它特别的长 OK 同样的这个手啊 要从这个橡胶环里穿过去 不能拉那个橡胶啊 要像乌龟一样啊 一般往下蹲着一边这样子 全到一块往进穿啊 看起来蛮容易的是不是 因为我已经穿了很多次这样 这个干衣呢 脖子这块的防水全部就是一块这个橡胶套啊 那么下来最后一步呢 就是要把这个拉链拉上 这个拉链拉上以后 这个干衣呢就完全防水了哦 把这个拉链 这时候都拉起来 拉完这个拉链以后 一定要自己看一下是不是拉到最后的 往往这一块是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过 如果你没有拉到最后它会漏水 那你再一下子很很很讨厌啊很倒霉啊 OK把这个干衣都缝好 然后把这个衣服往下拉 它就没有这么啊 没有这么大了 然后你底下 然后你下面呢还会有一个带子 帮你兜住当的这个位置啊 它就不会往下掉 看见没有当的这个位置 那么下做到这一步你是很 很像用塑料袋一样 里面有很多气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拉着脖子啊 往下蹲把里面所有的气都放掉 这样 OK脖子的气 OK你看现在是不是合成很多呢 现在这个气啊 已经全部从脖子里放了 穿到这一步 那么这个干衣就穿完毕了 下水前别忘了 把那个湿衣的头套戴上啊 头部会散30%的热量出去啊 戴上这个以后就彻底穿完了 那么穿到这一步 这个衣服就穿好了 打气就是摁这个 放气就是拍这个 然后这是一个自动法门啊 然后呢这个弹簧是调节 它的这个自动放气的这个 容易的这个程度啊 当你熟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胳膊稍微一抬这个气就出去了啊 这个气孔永远是最低最高点 打气放气 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吗 这些视频教学的目的啊 不是说大家看了我的视频 你就不用去当地好好学课啊 你们一定要去当地的 有拍照的潜水店啊 我推荐拍地 因为我是拍地的教练 我是学了他们的系统 去找当地有资质的拍地的潜水机构 去跟他们学习 因为所有的这些课程都是要有教练看着你去学的啊 我做这些视频的目的是因为老师上课 他没有时间这么仔细的跟你去讲 这些东西都是应该你看书自己记住 但是现实是很多学生他记不住 而且他往往会忘 看书有的人也不愿意 所以我干脆把它做成视频 对吧 又娱乐了你们 你们又可以复习 同时呢 想提前看你们可以预习 这样上课的时候 老师稍微一提到这里 哦 你说哦 我看过这个 我知道这个重点 以后忘了以后呢 你也不用去翻书 看一遍我的视频 一二十分钟就全部搞定了啊 所以一定要去当地的浅店 不可以只看我的课就自己去写 那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的水下调色滤镜包上线啊 这个是给lightroom用我的这个水下照片的滤镜包啊 一键还原水下照片的色彩啊 往往大家拍出来的照片都是非常发灰 非常发这种懵懵的这种感觉的啊 我已经调试了很多照片 希望呢一键呢 能够帮助大家呢 还原这个水下照片的精美色彩啊 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的滤镜包在我的网站上 可以直接购买 这期节目呢就做到这里 下期节目我会带大家去游泳池和海里面看 真正学习干衣的这些技能是怎么做的啊 喜欢的话呢 请转发给你的朋友点赞留言啊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点一下订阅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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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